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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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第31章 第28节 他的儿女起来清他有福 他的丈夫也清赞他 所以今天我跟你说的话 如果你真的当我是你的属灵长辈的话 意思上你是一定要当天 无论你是外面教会 那你就要懂得学习 懂得要怎样做 而且一路听耐的时候 你要理解我说的话 因为这个你从别人身上理解 你不会得到那麽恩高 你从我身上理解 你会得到那麽恩高 我希望求他帮忙 他是找一个有恩高的人 就是以尼莎 当时代最有恩高的人 而事实上这个当时代最有恩高的人 愿果去放下身量的话 其实是帮到他的 但很可惜 他不懂得放下身量 就算找到最有恩高的人 都捉到佬不会脱角 但问题 反过来 你是不是这个皇帝呢 你是不是一个同样听到 捉到六都不懂得脱角的人 这个时代 其实不需要你来到我身边 这个时代 你只要听到我灾着契启 已经足够并且足够有余 但你怎样对待 你听到的信息 你怎样执行 你只能拉到一边 听完就算了 完全没有进行 你没有进行的时候 你听了有什麽用 是吧 所以变成 你现在其实已经比你自己想象中 已经有更大的祝福 有更大的恩高在你面前等着你 而你明白我现在 再继续讲下去的信息的话 其实对你一生 是可以说脱胎缓骨的经历 这个脱胎缓骨经历 只要你少少用下你的脑汁 因为你按正常的方向去幻想 正常的方向去思考 这其实是很大的祝福 现在我们将我这几天讲的东西 试试应用一下在接代先知里面 我答应了你 再给你多些智慧 给你多些提议 给你多些计划 你现在在说接代先知 我现在不要说你 因为说自己 你会很轻易的 你会立刻觉得 这边不行 那边不行 你被自己的愚昧限制了 因为你未在这方面发挥过 我现在帮你一起发挥 我们试试想起 在2000年前一个人去接代先知 你现在立刻知道 如果一个人接代先知 他执行一间客房 执行得非常好 打扫他 放了要有的东西 甚至早的洗面盘 都放了水 放在这里 毛巾 新权也放在这里 同一个人说 先知里 你自己的柴房 搭干草自己睡觉 你知不知是有很大分别 我相信你现在立刻知道 分别是大到 简直是天同地 如果你叫他进柴房睡觉 还要自己执行 完了之后 还要给你一些税 给你租金 你不如去跳楼 你这么搞 在那个时代 这样对先知 但问题变回来 你如果是自己去想想 别人 你立刻会觉得 收拾了一间客房 收拾好 打数 放了所有东西 有没有那么笨 你需要这样 你那些是先知 如果给了我 我直成明知的先知 我在先知完全不尴尬 甚至不知道的情况下 是将我主人房 就是我自己和太太住的那间房 直成是完全找人来 再撿过他 布置他 让先知是住我那间房 明白吗 我自己走去住客房 是吗 你会懂得这么想 但给了你理由 打死你都不会这么做 一生你都不会这么做 是不是 这个就是我说 接待先知 其实你好像我这样 你应该活在那个世界 去想起那些东西 其实有多少东西可以做 你想想你这一次做的东西 你以后付足到 你买100间你那间房子都可以 因为圣经讲的明明 你去听先知所说 你一定会亨通于闻 就是possible 就是付足的 你知不知 我就是在说这件事 因为在那个过程当中 你已经牵涉了一件事 牵涉了将你自己的主人房 做了杀种的工具 所以神不单止让你接待先知 他一定要将你付出的每一样东西 无论是水果 当时给的 可能给的物件 或者帮他买的新东西 甚至是将你的主人房 打扫干净 由头甚至装修过 由头收拾过 然后给他住多久都可以 你知不知 神一定要将 你付出的每一样东西 乘100倍给你 是不是 如果你只是给一个苹果 神没办法 他一定会给你100个苹果 不管你有没有用 明白我说什么 如果你逐样还要计较 你是不是傻了 你有个先知 现在我们会想 我这样说 你觉得是应该的 你觉得应该 但给你自己做 你就坦汶了 你直接都不懂得这么想 你直接觉得 就算这样想 你也会 先知走了几百年 你未必懂得这么想 我就懂得这么想 因为我由 一信主 我就是这样长大 我就是用这种方法 对待我身边的人 就算他 他直接都不知道 其实我为他做了什么 为他补那些什么 我破口 甚至我在他面前做善事 尽量都不会让他知道 甚至那样东西是为他而做 我都不会让他知道 因为在暗中的天父见到 他就会奖励我 你见不见 主耶稣基督这段 教法利错人的说话 其实 你可以将它 演变造在你自己人生 你想想 你的祝福大到 根本没有办法估计 尤其是你身边有个先知 有一个 哇 那个时代的司徒 哇 我相信你知道 那种祝福大到 你 你能不能想象到 现在 是吗 你的祝福是完全 只是受你的想象力限制 是吗 你能够做到多少 是多到几恐怖 是吗 真面子 三十一章 第十八节 阿地儿女喜来 清他有福 阿地儿女喜来清他有福 阿地儿丈夫也清赚他 要撑他 成群靠你 慰我一切 盼 自首你画 信念 未遗 神 语妖照应 給我 安慰 今次盼 全让你 尽发光辉 愿我心发亮自然笑 不护慰 甘心乐意为你 情天兴响的祭 尽我心揭力仰望持守 实践真理 一生为你尽发光辉 奉上一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